人育廚餘處理器 大家好,我是淳淑莊 今天來到這個位置,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後面這個垃圾站 沒錯,這次我講的題目就是 人育廚餘處理器 剛剛其實之前就去了台灣 台灣我想大家都知道 廚餘處理得非常之成功 他們每個星期定期會收集廚餘 那些人無論是踩單車或是踩著對湯 無論天氣好或是下雨 他們都會自動自覺出來 交妥他們的廚餘 香港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廚餘,我們都是美食天堂 但其實我們在堆田區 有三分之一的垃圾 其實都是廚餘 當大家去街市買菜 或是預備買材料 甚至在想做什麼菜式 其實可以 好像我們一些中國人的美德 就是盡量用到盡 我自己本身就有一點不太好 我本身自己很喜歡吃台座 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我們煮雞的時候 雞拿來煲湯 不單是煲湯雞大家不兜 而內臟有時候滾完湯都不吃 其實內臟有時候都可以使用 一個非常之美味的熟菜 例如是雞腸 還有肝 我也是希望大家 在買材料的時候 希望可以有一個概念 在牢裡 就是不單是上桌的東西才會製造廚 在你預備材料的時候 你亦都可以開始減少廚餘 亦都可以嘗試大膽一點 將一些我們以為可以 扔掉它的材料 其實都可以用來做送菜 甚至可以做家裡一些 廚房的用品都還買的 希望大家一起幫忙減少廚餘 因為都知道政府正在努力 去想一些方法處理廚餘 大家可以自己做先做人肉處理器 是 聽我說人肉廚餘處理器